對環境觀察入圍的劉國松 除了會將時代的差異感受轉化成作品外 在旅行的過程中 也不會放棄尋找創作體材的機會 雪山創作系列就是在旅行中獲得的靈感 哇 今天聽老師聊了這麼多 包括說老師也幫我們上了一個藝術史的課 不管是中國藝術史或是西方藝術史 是非常巨細迷的描繪了這一段過程 對 我在這邊做一個小結就是說呢 老師您的夫人有提到就是說 他說劉國松其實是一個傳教士 而他的宗教就是現代水墨化 當時候你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你自己有什麼樣的感覺 中國的傳統那麼優美 那麼優厚 為什麼不把它發揚嗎 是吧 是 但是呢 我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鼓吹 對中國化的現代方 提倡跟推廣 提倡跟推廣 除了我自己身體異形 我還寫過多少文章 你看後來那個 我在香港中國大學教書 那就在香港推廣 後來這個 李克然先生請我去參加他們那個 中國化研究院那個成立 因為我在香港中國大學教書嘛 嗯 而且他給邀請我去 主要我本來沒有準備去啊 後來還是校長得逼我 逼得我去的 展出之後他們大家對那個畫 都這個 就奇怪 中國化還可以這樣畫 打開眼界 打開眼界 所有人大家都記得 說到後來那個江峰 就是美心的主席 就看到這種情形 就來跟我講 他說我們邀請你來開歌站 你的意思怎麼樣 因為那個時候我去啊 我是偷偷去的 而且我還跟他們有一個合約 不是合約就是一個默契 我第一個我不見報 第二個我不接受訪問 第三個我不拍照 嗯 就是我去北京參加他們那個 成立大會 我要 我要求了三個要求 他們都答應了 嗯 我當時他問我 要不去開歌站 我說我考慮一下考慮一下 嗯 結果回到香港中文大學 不到一個禮拜 台北的朋友打電話來 聽說你去了北平嘛 糟糕了我說完了 就那我就說好 我既然已經知道我台灣回不去了嘛 那我就乾脆 我就去大陸 當時你知道我那個想法是什麼 文化反顧 結果後來去了之後 結果這個轟動呢 各地的人都跑北京 聽說就跑去北京看了 後來整個的展覽了18個層 全國巡迴了 全國巡迴了18個層 你看那個影響多大 劉國松對於現代水墨的推廣方式 不只是靠巡迴展出 在展出的同時 只要是他能清零的展館 都會要求舉行張座論壇 講授現代西方的藝術 台灣現代藝術 水墨化的星際法的內容 盡其所能的播撒 現代水墨的種苗 好 今天聽了老師聊了 不論是東方 或是西方的這個藝術史 老師經歷過這一段呢 一定有相當多的體悟跟感知 能不能給我們台灣 目前有的這些創作者 一些大的方向或建議 當然了 這個要這樣講的話 那我就是老王賣瓜啊 就要賣我的這個 現在水墨化 所以我在這個六十年代初的時候 我就曾經喊出一個口號 就是模仿心理 不能代替模仿舊的 抄襲西洋的 不能代替抄襲中國的 所以過去我們都說 中國都是模仿 都是抄襲 難道你不抄襲 不模仿中國的去模仿西方的 那就是對的嗎 那說著我們 當年我們罵傳統的國畫家 後來才發現 我們是五十步效百步 知道吧 所以說我提醒這個 這個台灣的年輕人 或者是華家們 真的要做自己 那不要被西方的這個 文化的致命思想 說謀免 胡宗老師剛剛講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在現在資訊流通 非常廣泛 以及全球化的社會環境當中 做自己 找到自己立足的位置 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方向 今天非常謝謝劉國松老師 好 謝謝各位觀眾 池中人物面對面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